魔鬼论 也要注重客观规律 不过 魔鬼是看不见的属灵存在 从理论上说明它的活动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所以 对魔鬼的理论 不能不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局限 系统神学的主题之一 圣灵论 也是一样的 圣灵是看不见的 人能够做到的 只是把人们对圣灵的体验理论化而已 所以 严格来说 使用圣灵论一词 本身就不十分恰当 基督论则不同 是因为基督是作为用肉眼 能看到的人来到世上的 而圣灵论或魔鬼论 对付的都是看不见的属灵 属灵存在 所以 不免 缺乏学理上的根据 当然 魔鬼论 针对的是被造物 魔鬼 要比圣灵论 简单些 但是 魔鬼 毕竟是 事物灵存在 所以 论到它的理论 怎么 也无法达到完全 学习 魔鬼论的人 一定要清楚这一点 尽管如此 但我们以下 所要讲的魔鬼论 还是具有极高的价值 因为 我们不仅 以充分的实际体验 为根据 而且 这些体验 全部都是以圣经 为后盾的 圣经 为我们的信仰 提供着绝对的基础 而圣经的话语 又通过体验 得到确认 同样 当我们积累了 对圣经的经验时 从中 就能够发现 一定的道理 这就跟 射击时 用准星和标准尺 描准靶子的道理 是一样的 射击手 只要正确使用 准星和标准尺 那么 即使 离靶子再远 也能命中目标 同样 我们只要正确地 使用圣经 这把标准尺 和我们的体验 这个准星 那么 如同子弹 命中目标一样 我们也会 发现一定的道理 我们所发现的道理 最基础的根据 便是圣经 但如果对圣经 只有字面上的研究 却毫无 实际的体验 那么什么道理 也发现不了 上帝把圣灵 连同圣经 一起赐给我们 就是为了让我们 能够靠着圣灵 体验圣经中 所记录的话语 并且 这些体验 能够成为 发现新道理的根据 所有的学问 都是以明确的理论 为根据发展的 在第一根据的基础上 再应用第二根据 结果发现 以前没有发现的 又以新道理 这就是学问 魔鬼论 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圣经 这第一根据上 再应用体验 这第二根据 结果发现 魔鬼论 这一新道理 但是 有的人 完全藐视体验 只是单方面 按照个人的想法 去解释圣经 其结果 只能制造出 毫无客观根据的空论 我在毕利亚学会课程中 教导的内容 也是如此 在圣经的话语 这一基础上 在应用 我在顺从圣经的时候 取得的体验 结果 得到了毕利亚学会课程中 教导的内容 所以 在学习 毕利亚学会课程的人身上 才会出现 与我一样的能力 大家在教导别人的时候 这一原理 也同样使用 第一 必须以圣经为立足点 第二 必须拥有 对圣经话语的体验 只有这样 才能教导别人 没有对圣经 话语的体验的人 无法教导别人 而圣经 把这样的体验 称为凭据 当我们确信 圣经的话语 并且拥有凭据的时候 才能有效地 教导别人 自己没有凭据的人 也无法给别人 带来体验 魔鬼论 顾名思义 本文的目的 是为了了解魔鬼 但无论何时 了解魔鬼 都要以认识圣经 或者认识上帝 为前提 若有人不明白圣经 或者不知道上帝 却只追求知道魔鬼 那么就有可能 把魔鬼论 本身当作终极目的了 有的人误以为 比利亚学会课程 是以教导魔鬼论 为主的 但实际上 并非如此 在比利亚学会课程 所教导的内容中 关于魔鬼论的内容 只占极少一部分 比利亚学会课程 是以教导圣经 所显明的 上帝的意图 为目的的 但是 在教导圣经的时候 少不了提到魔鬼 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因为圣经 本身就提到 关于魔鬼的内容 好比作战时 需要敌我双方一样 圣经的所有事件 都是相对魔鬼展开的 当然 圣经 是在讲 有关救恩的内容 说到救恩 我们是从哪里得救的呢 从罪中得救的吧 那么 罪又是从哪里来的 是从魔鬼来的 通过圣经 我们可以发现 上帝的所有做工 都是针对魔鬼展开的 尽管如此 但不要误会 上帝是与魔鬼 在同一水平线上 争战 上帝是刑罚魔鬼的上帝 而并非与魔鬼 争战的上帝 约翰一书 三章八节说 上帝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我们在 比利亚学会课程中 学习的 上帝的意图 是以此话语 为基点展开内容的 地理测量时 需要一定的基准 同样 为了理解圣经中 所显现的 上帝的做工 也需要一定的基准 约翰一书 三章八节的内容 正给我们 提供了 这一地标性的基准 圣经中 记载着 数不胜数的人 所经历的 不同事件 但如果用一句话 来总结 整个圣经 所见证的内容 那是什么呢 耶稣说 你们查考圣经 因你们以为 内中有永生 给我做见证的 就是这经 是的 圣经正是在 见证来到世界上的 上帝的儿子 那么上帝的儿子 来到世界上的目的 又是什么 并非别的 乃是为了 除灭魔鬼的作为 约翰一书 三章八节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 就犯罪 上帝的儿子 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 魔鬼的作为 所以 要想认识耶稣 首先 必须要了解魔鬼 只有了解了魔鬼 才能完全的 认识耶稣 所做的事 不了解魔鬼 也就等于 不认识耶稣 不认识耶稣 也就等于 不知道魔鬼 今天有很多人 口称认识耶稣 却不知道魔鬼 这实际上说明 他还没有完全认识耶稣 因为耶稣 显现出来的目的 就是为了 除灭魔鬼的作为 再怎么好的药 健康的人 是无法知道 其疗效的 只有换重病的人 才能切身 感受到 这要的可贵价值 同样的道理 清楚认识了 魔鬼与他的作工 才能更清楚地 知道耶稣的作工 有何等 尊贵的价值 圣经是为耶稣 做见证的 这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显现的目的 是除灭魔鬼的作为 所以 我们通过圣经 不仅能认识耶稣 也能知道魔鬼 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人们不但没有欢迎他 反而蔑视他 憎恨他 虐待他 最终杀死了他 上帝的儿子 来到世上 从人那里 得到的只有苦难 与诅咒 人们竟然杀死了 唯一的义人 可见 人是多么凶恶 可憎的存在 就这样 圣经 在为耶稣 做见证的同时 也暴露了 人的残忍 与凶恶 那么 人的恶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 在人的背后 又操纵人 行恶的仇敌 即魔鬼 所以 约翰一书 三章八节说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 从起初 就犯罪 十二节说 不可向该隐 他是属那恶者 杀了他的兄弟 由此可见 杀死上帝儿子的 虽然是人 但圣经 却很明确地指出 人背后 有幕后操纵者 魔鬼 除灭魔鬼的作为 是唯独上帝的儿子 才能做到的事 所以圣经上说 在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 人类所拥有的 任何方法 都无法摧毁 魔鬼的势力 要想 瓦解魔鬼的组织 非得上帝的儿子 亲自来不可 从这一点 我们就可以 估摸到魔鬼的组织 该有多么强大 人凭着自己的能力 绝对无法 从魔罩中脱离出来 因为魔鬼 支配着人的能力 就是如此强大 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说 人因怕死 一生要为长死权的魔鬼 做奴仆 反过来说 人假如有胜过死亡的能力 就能够脱离魔鬼的支配 但很遗憾的是 人并没有胜过死亡的能力 所以一生都只能做魔鬼的奴仆 耶稣来了 他把胜过死亡的权柄 赐给了人类 并且废除了魔鬼 所拥有的死权 就好像引着法官的一句宣判 有的人要被处以死刑 有的人会被无罪释放一样 耶稣剥夺了魔鬼所拥有的死权 而把胜过死亡的权柄赐给了人类 所以拥有胜过死亡的权柄 即生命的权柄的人 就可以藐视并虐待魔鬼 如今我们可以对魔鬼这样说 魔鬼呀 你已经丧失了死权 耶稣不是已经下了判决吗 你的权柄已经被剥夺了 耶稣为了证明这权柄 把圣灵赐给了我们 圣灵降临在凡承认此权柄的人里面 永不离开 这样我们就永远拥有了 胜过死亡的权柄 但是如果我们不承认 主赐予我们的这权柄 结果就只有灭亡 耶稣已经把胜过死亡的权柄 赐给了我们 但不承认的人 仍旧怕死 只好做魔鬼的奴仆 认识圣经是什么意思 是指读了很多遍圣经吗 不是的 即使圣经读得再多 但如果不知道主赐予的权柄 或者知道就不承认的话 这都代表着还不认识圣经 只有认识主所赐予的权柄 并且使用它的时候 才能称得上认识圣经 权柄 只有在承认的同时 才会发生效力 比如说 总统对一个农民说 从今天起 我任命你为农业部长 并给予了伟神状 这个农民如果承认这伟人状的权威 并且接受 他历时就能成为农业部长 但是 假如他说 哎呀 像我这样的乡下佬 怎么当得起什么部长 不可能的 这样拒绝了之的话 那么就无法使用作为部长的权力 信心 换句话说 就是承认 给予自己的权力 就好像总统给部下颁发伪认状一样 上帝把胜过死亡的权柄 赐给了我们 大家为什么要学习魔鬼论 假如对于主赐予的权柄 一无所知 仅仅知道魔鬼的话 这反而会让人们害怕魔鬼 魔鬼论的核心 就在于承认 我们有胜过死亡的权柄 再怎么熟读圣经 但如果不承认这权柄 就不能从圣经中得到任何益处 有些圣经学者们 非常仔细地研究圣经字句 但很遗憾的是 他们却不承认圣经 要介绍给我们的权柄 这是件多么不幸的事情 墓会也是一样的 有的人虽然搞墓会 却不承认 耶稣已经把胜过死亡的权柄 赐给了我们这一事实 因此 墓会只能常常是疲惫不堪 最后 以失败告终 我在墓会当中 向圣徒们彻底教导的就是 每个圣徒都拥有着胜过死亡的权柄 所以我们教会的每一位信徒都拥有奉耶稣的名 赶鬼的胆量与能力 他们很当然地承认自己有权柄 无论何时何地都大胆的使用能力 所以很自然的就有神迹跟随 教会也随之复兴起来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 我们教会的信徒们所到之处都在出现 乌鬼离开 并得医治的神迹 这是因为 他们承认诸赐予自己的权柄 即胜过死亡的权柄 许多人来找我 为他们祷告 有时我会把他们委托给父母师们 但有些人却偏偏指定要我为他祷告 这样的人大部分都不是我们教会的圣徒 我们教会的圣徒们都是互相赶鬼 并不会非要来找繁忙中的牧师为自己祷告 有些教会的指导者 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 禁止平信徒们为病人祷告 但我反而要求圣徒们多多地行神迹其事 要想经历到神迹其事 必须首先承认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 我有胜过死亡的权柄 我有胜过魔鬼的权柄 那么胜过死亡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呢 我们首先要明白把魔鬼居留在黑暗里这话的意思 让我们看一下犹大叔六节的话语 犹大叔六节 又有不守本位 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 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 等候大日的审判 上帝把堕落的天使 关在了黑暗里 黑暗是指没有光的地方 这里所说的光 不是指被造的光 而是指上帝的光 即荣光 通过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四节的话语 我们可以知道 光就是生命 这生命在上帝的道里面 约翰福音一章一至四节说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这道太初与上帝同在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 凡被造的 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生命在他里头 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并且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阐明上帝的道就是真理 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换句话说 从太初就与上帝同在的道 就是光 真理 生命 这里所说的光是不折射的 被造的光会折射 但上帝的光绝对不折射 不折射的光便是通向上帝的道路 所以 耶稣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 上帝把堕落的天使 关在黑暗里 即 没有荣光的地方 没有荣光的地方便没有生命 也没有真理 没有生命就只有死亡 没有真理就只有虚假 充满死亡于虚假的地方便是关押魔鬼的黑暗 所以圣经中 把魔鬼叫做黑暗的权势 哥洛西书一章十三节 长死权的 西伯来书二章十四节 说谎之人的父 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要想胜过黑暗的权势 必须要有光 要想胜过死亡的权柄 必须要有生命 要想胜过说谎之人的父 就必须要有真理 所以只要作为荣光 生命真理的耶稣来 魔鬼就必灭亡 只要光照进来 黑暗就不得不退去 即使黑暗再怎么强 也胜不过光 换句话说 黑暗无法赶走光 光却能驱逐黑暗 与耶稣联合的我们 拥有着能制服魔鬼的权柄 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 再怎么学习魔鬼论 却不承认这权柄的话 就没有任何益处 再怎么读圣经 但如果不承认这权柄 也没有任何意义 总统任命农业部长的时候 并不是一定要找干过农活的人 任命通信部长的时候 也不是一定要找有过游地经验的人 即使对那个行业毫无经验的人 一旦得到了任命 就要承认 给予自己的权柄 那么 再怎么有经验的属下 也会听从新任的长官 魔鬼原来是有权柄的 但主耶稣 废除了他的权柄 并且把制服魔鬼的权柄 赐给了我们 这是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 有的人拿着耶稣说过 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欢喜的话语主张 因乌鬼的降服 而欢喜是不对的 但要知道 主说这话 并不是在责备门徒们 因乌鬼的降服 而高兴是不对的 主的意思并非说 你们赶快把它割一遍 就那两下 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主耶稣实在强调 在地上 实在没有 比让乌鬼降服 更值得高兴的事情了 但在天国 我们还有更欢喜的事情 以此鼓励门徒 主给我们的 对天国的应许 当然是最令人欢喜的 但在这地上 在哪里 有比征服长死权的 还惊人 还高兴的事情呢 有哪个先知 征服过魔鬼吗 有哪个富翁 征服过魔鬼吗 历代 有哪个君王 征服过魔鬼吗 在这世上 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任何一种方法 能征服魔鬼 但今天 我们却能制服 死亡的权柄 这世上 这世上 哪里还有比这个 更喜乐 更蒙福的事情呢 生病的时候 人们会拿着 大把大把的钞票 四处寻医问药 在医院里 学过十年 二十年医学的人们 为了医治患者 而较尽脑汁 尽管如此 却没有一家医院 敢向患者保证 能完全 医好患者的病 但就连医学的 医治 都不认得的人 不管是妇产科 耳鼻喉科的疾病 还是内科 外科的疾病 统统只用 退去吧 这一句命令 就能彻底 医好病人 这世上 哪里 还有如此惊人的事情呢 这如果不是 上帝赐予的权柄 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们要承认 这一惊人的权柄 荣光 生命 和真理 都在上帝的道里面 没有道的地方 就只有黑暗 死亡 和虚假 上帝的道 出现的话 黑暗 死亡 和虚假 自然就会退去 上帝 让亚当 成为有灵的活人 并把道 赐给了他 有灵的活人 不仅需要 肉体的食物 还需要 叫人活的灵 叫人活的灵 是什么 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 上帝的道 就是叫人活的灵 上帝在原没有道的世界上 创造了有灵的活人 并把道 赐给了他 魔鬼 就是因为 基督这一点 才诱惑亚当 让他无法 接受上帝的道 与上帝的道 断绝的同时 人就成了 属魔鬼的存在 由此可见 人受到魔鬼的支配 是因为 与上帝的道 断绝了 那么 能够胜过 魔鬼的能力 在哪里 对了 在上帝的道里面 有了上帝的道 就有了荣光 真理和生命 在荣光 真理和生命面前 魔鬼的权柄 就毫无效力可言了 耶稣基督 是道成肉身来的 他就是荣光 真理 生命 他来到世上 是为了除灭魔鬼的作为 他作为荣光来 审判了黑暗的权势 作为真理来 定了说谎之人的 父的罪 作为生命来 消灭了长死权的 今天 在耶稣里面的我们 拥有着荣光 真理和生命 我们只要承认这一事实 乌鬼在我们面前 就不得不仓皇逃走 同一个工厂 制造出来的电池 在姓张的家里 会发生效力 在姓李的家里 也照样会发生效力 同样的道理 凡是接受上帝儿子的人 就拥有同样的权柄 但不承认这权柄的人 当然就无法使用它 结果也彰显不了能力 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所拥有的权柄 我有荣光 我有真理 我有生命 我们有荣光 荣光并非被造的光 被造的光再怎么快 贯穿宇宙还需要几百亿年的时间 但上帝的荣光 在瞬间 就能往返上帝与我们之间 主说 我们祷告 上帝就因此得荣光 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三节 意思是说 我们的祷告 靠着上帝的荣光 上达于天父 主还说 我们若信 就必看见天父的荣光 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节 这里的意思 是说 祷告的应允 通过荣光 传送给我们 因为我们的祷告 是通过荣光 这一媒介 上达于天父 然后 天父也是通过荣光 把祷告的应允 传给我们 所以 我们才可能 瞬间 就得到祷告的应允 假如 我们用被造的光 上传祷告 又用被造的光 接受应允的话 向上帝祷告之后 最少 要等几百亿年 才能得到 祷告的应允 但我们有 上帝的荣光 所以我们在瞬间 就可以上传 我们的祷告 也可以在瞬间 就得到 祷告的应允 这样的荣光 竟在我们里面 这是件 多么令人惊叹的事情 我们拥有真理 欺骗是乌鬼的做工 被乌鬼欺骗 是因为没有真理的缘故 我们不被乌鬼 欺骗的能力 在于真理 对有真理的人来说 胜过乌鬼 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个人能赶鬼 就意味着 他没有被乌鬼 蒙骗 反之 如果无法赶鬼 这就代表 他被乌鬼 蒙骗了 我们绝对 不要上乌鬼的当 为此 我们必须明白 真理 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上帝的话语 教导我们的是什么 我们有生命 生命充满的地方 死亡和疾病 自然就会退去 我为了病人祷告的时候 最重视的 就是承认 猪赐予我的生命 当我承认 我所拥有的生命时 就会有神迹出现 我们一生 要主动地承认 猪赐予我们的 这惊人的权柄 不承认权柄 是绝对 不会有能力出现的 别管他人逼迫你 还是拥护你 你自己 一定要承认 这权柄 也别管他人 常不承认荣光 真理 生命 大家一定要彻底地承认 说谎之人的父 魔鬼惧怕真理 长死权的魔鬼的武装 在生命面前 会自动瓦解 黑暗的权势 魔鬼 在荣光面前 站立不住 就好比雪人 最怕阳光一样 魔鬼在荣光 真理 和生命面前 贪婪无力 我们一定要 彻底地承认 这一事实 现在 我们要学习 魔鬼论 在学习之前 大家首先 要铭记 在心的就是 对魔鬼的知识 掌握得 再怎么多 如果不承认 我们所拥有的权柄 就没有任何益处 我们国家 最初的一位 女性官员 在街道 伟人状上任后 过了一个多礼拜 竟没有一个下属来报道 这位女官员 觉得稀奇 就问秘书 是怎么回事 秘书回答她说 男人们 都因为自尊心 瞧不起女上司 这位女官员 马上就下令 把所有的属下 都召集起来 言声吏色地宣布 我是总统 亲任的长官 虽属女流之辈 但到现在 这么多年 一直为国家效力 做的工作 顶得上十个男人 谁如果因为 是女上司 而不愿意跟我合作 现在就辞职吧 我绝不会挽留大家的 说完这番话以后 原本板着一副 硬邦邦的脸 死也不肯低头的下属们 以个个变得唯命适从 因为女长官 确实地承认 自己所拥有的权柄 所以 他人 值得屈服在 这权柄之下 魔鬼害怕我们 认识真理 因为 只要我们认识了真理 乌鬼的虚假 就必 暴露无疑 真理能征服 虚假 生命能征服 死亡 光 能征服黑暗 但黑暗 无法与光 相礼 死亡 无法与生命 相争 虚假 无法与真理 相斗 光 能赶走黑暗 黑暗 却无法 赶走光 没有光的地方 黑暗 就作亡 但一旦光 照射进来 黑暗 自动 就会消失 魔鬼在没有上帝 儿子的地方 能称王称霸 但在有上帝 儿子的地方 就只有灭亡 所以 圣经告诉我们 上帝的儿子 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 魔鬼的作为 我们在承认 自己所拥有的 权柄的瞬间 就会有能力出现 毫无做官经验的人 一旦得到总统的任命 就能使用 给予自己的权柄 同样 我们在承认上帝 赐予我们的权柄的同时 能力就会出现 我有上帝的儿子 我有真理 我有生命 我有荣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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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